大家好,歡迎你們收看2018年6月2日的國恆電訊YouTube頻道 今天我們就不介紹Mobile Phone,也不介紹平板 我們來介紹一部Laptop 是華為今年2018主打的新款手提電腦,叫做華為Matebook Expo 這部Expo的賣點是全面平大視野 換言之外,它的螢幕的4條黑框是做到十分窄的 在開箱之前,我們就簡單地介紹一下它的規格 最主要,這部手提電腦是內置第8代的Intel 有i5和i7兩款給你選擇 另外,有獨立的Display Card Display Card的Model是GeForce的MS150 2GB 所以性能也是十分之強悍的 加上它是超薄機身的設計 鋁合金的機身 所以整體來說也是十分之高貴豪華的 也是很輕的,只有1.33kg 好,那我們先開箱看看 我們先開箱看看 現在我們把手提電腦就拿出來了 首先我們來看看它的欣賞整體的外形設計 是鋁合金的金屬機身 它有兩款顏色的 一款就是灰黑色 另一款就是銀色的 右邊有一個USB 3.0 最高支援5伏2A 看看正前方 真的十分之薄 左手邊 左手邊有三個電腦 有個3.5mm 另外這裡有兩個USB-C USB-C 兩個都是支援 連接那個Data 或者充電都OK 其中有 雷電標誌 即是這個雷電 雷電標誌這個電腦 它是有一個功能的 它是支援外接顯卡 可以4K顯示器 其實我不太知道什麼意思 應該就是可以接外 外面的顯示器 即螢幕 可以支援到4K 應該是這樣 我不肯定 如果你有玩開手提電腦 手提電腦 手提電腦 你們應該比較熟悉 一些 在這麼薄的機身 它是內置了7565毫磅的超彈容量電池 有個65W的快充火牛 我們打開來看看 先看看 首先它這個 有一個按鈕 這樣看得清楚一點 是大尺寸的鍵盤 是朱古力鍵盤 是用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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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這個 這個鏡盤 它是用來的 在鍵盤內 按一下就會彈出來的 按一下就會彈出來的 它這個朱古力鍵盤 這個鍵盤 它是支援防淺水的 即是普通的 不是IP標準的 是普通的防淺水 這塊鏡盤 也是十分之大的 另外 有二合一的 power 鍵 加上指紋 即是兩用的 機身的喇叭 是安置在這個 鍵盤的左邊和右邊 是四個喇叭 應該是一邊兩個 還有支援 道比全景聲 這個音響系統 還有四個咪 即是你 四咪 四咪 收音 還有可以過濾 周圍環境的雜音 我再打開一點 這個螢幕 就是13.9吋的螢幕 是支援10點觸碰的 另外是有護眼模式 所以顯示比率是3,000x2,000 所以顯示比率是3,2 這裡有華為的標誌 這個四條邊的黑框 是十分窄的 要開啟機才能看得出來 現在是不能開啟機的 好啦 其實都差不多說完了 簡單地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不太滿意的話 就多多包涵 大家如果有需要買這個 華為MediaPad Expo 可以聯絡我們國行電訊 我們的WhatsApp和電話 是9796-4328 有i5和i7第8代的主力器 另外它是內置Windows 它是內置Windows Windows 10 64bit 送上Microsoft Office 2016 家庭和學生版的 這裡有寫的 它是送給你的 是正版來的 全部都是正版 謝謝大家支持 再見 謝謝大家 多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